四十三頁 一百四十三頁就講到六念 前面是講五戒十三 事無量心 那現在講六念 心性雀位者 佛說應修念 細念佛法身 戒失天功德 如露光明聚 陰暗一時失 六念 六念法門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師 念戒 念天 大聖裡面比較就是有強調這所謂的六念 尤其是念佛 那麼是比較強調的 那來看 有些人心性雀弱 雀弱就是害怕 他比較沒有主張 然後比較沒有力量 弱就是虛弱 多有種種的部位 不害怕 如夜晚讀醒 怕黑 那麼怕鬼 或個人獨住盡視 一個人的時候 怕神 怕鬼 又有怕病的 怕死的 怕死後墮落的 就是一般我們講 就是一般我們講 隔音之迷 死後來不知道 容易墮落 怕我以後會墮落三二招 內心充滿憂愁變回 弄得苦惱不堪 像這一些心性雀弱不畏的 佛說應該修六念法 讓你不害怕 念是細念 意念使心在所念的盡上轉 念是習定的方便 所以生的能得一心不亂 淺的也能念念相敘 大師的菩薩就說 意佛念佛 那麼念念相敘 都色六根 敬念相敘 也是這樣 阿彌陀經 若一日 若二日 到若七日 一心不亂 什麼是六念呢 第一個 念佛 念佛什麼呢 像好 莊嚴 自得 恩德 斷德等功德 念佛的功德 習尊念佛 念佛最早是念佛的功德 然後從佛的像好裡面 那麼知道佛的功德 習是這樣 後來從佛的名號裡面 那麼去思維佛的功德 佛的名號最初是從佛的十種名號 如來 應共 正片之 明請主 善事 世間解 因為每一個名號 每一個名號都代表他的功德 無上事 條一 障屋 天人 師 佛 世尊 這十種名號裡面 一開始念佛 念佛的名號是念這個 或是念佛的像好 三十二像八十種好 因為每一個像好都代表他的一種功德 因為你要修這種像好 你要修這種功德 才得這種像好 所以比如說你要修誠實語 你才有得這個廣常十二像 類似像這樣 每一個像好都是有百種莊嚴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功德 那後來像好就變成 比如說觀無量壽經 先也是觀佛的像好 三十二像八十種好 但是這個觀的境界就廣了 但是要先從佛律觀開始觀 但是最後觀到佛的像好 從白好像 然後到佛的整個三十二像八十種好 但是他觀的比較 境界比較深 白好婉轉五虛米 甘木澄清四大海 這樣其實不容易觀 但是要從裡面一直觀過來 從落日觀一直觀過來 這個是十六觀裡面觀佛的像好 當然裡面還包括體樂世界的像好 就是莊嚴 淨土的莊嚴 佛的像好 像好莊嚴 阿彌陀經主要是念佛的名號 那這個佛的名號是比如說阿彌陀佛 念這個佛 阿彌陀佛代表著無量光無量壽 那這無量光無量壽 就是總縮色 如來應共正變之明清楚 善事事先寫無善事條意丈夫 天人師佛是尊 這總共有十一種 但是佛不算的話就十種 好 那這個是念佛 那有自得恩德斷德 這是功德 其實這是功德 第二個念佛的正法 清涼人德解脫 如能受辭奉行 什麼時候都能通達正知 這個是念法 第三 比如說 念法比如說 一切有惠法 如如如念 這個也是法 就念這個法 或是念武運 那無常無我 第三個念生文生的四雙八倍 還有菩薩生的大倍大致 就是生 生其實原來是指和和眾 那也有個人的 個人的生 我們稍微把這個理解一下 生原來是指和和眾 生是生且的簡稱 三卡是和和眾 它是一個團體 它不是個人 它其實是指一個團體 所以生且和和眾 其實叫做生團 它是一個團體 它並不是個人的 但是生其實就是團體 所以又叫它叫做生團 其實是這樣 那現在我們這個生團就是 一個一個的生 個人的生 其實個人不能叫生 個人叫做 一個一個的叫做沙門 那麼佛弟子 或是生文眾 生文 因為個人它其實平常叫做生文 生或是說它是個人 那麼聚集在一起 它變成一個生 它其實就是一個團體 但是因為佛的團體裡面 只有出家人 後來就出家人也叫做生 就變成是個人的 個人 像我的身分證 職業就寫生且 所以生且怎麼可以是職業 因為生且是一個團體 但是它就規定 你就是生且就是指出家人 這生且不是出家人 生且是佛弟子的團體 我的身分證寫的是生且 那就是生且 這個基本上它不是個人的意思 它是團體的意思 但是後來就變成 所以基本生且是指一個人 或是一個出家人 它就叫做生且 它就叫做生 基本上是這樣 這是後來的轉變 那原來不是 那念生就是 因為佛時代有很多團體 叫做沙門團 沙門團 是沙門佛羅門 它是有一個團體 六師外教有六師沙門團 它是有六種一個團體 那佛教的這個團體 是能夠帶給你解脫的 那這個團體都是由 這個團體的沙門團 這個生且都是由出家中 就是由沙門 出家的沙門 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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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比丘女 有比丘的 所以個人的其實是比丘 比丘女 比丘或比丘女 或是沙咪沙咪女 這個才是個人的 個人的能夠叫比丘 就是生中的比丘 就是比丘生 但是現在子的生 就變成比較偏向個人的 尤其是菩薩 基本上都是個人主義的 那生文就不是 生人是比較一個團體的 所以念生文生的四雙八倍 四雙八倍是什麼呢 四雙八倍就是出國出國 出國到四國 出國到四國 然後中間有個出國向 前面有個向 向出國 這個叫做四雙八倍 勝者出國 俄國 出國虛托函 俄國虛托函 三國阿諾函 四國阿諾函 出國是虛托函 俄國是虛托函 三國是阿諾函 三國是阿諾函 四國是阿諾函 這個叫育流 出國 翻譯叫做育流 育入肾流 出國叫育流 出國叫育流 這個是放文 就育流 育入肾流 育入肾流 這個叫做一來 一往來 一往一來 這個叫做不來 一往來 這個阿諾函 他叫無聲 正入無聲 還有他有幾個意思 他叫無聲 沙捷無聲 好 這個是 照出國之前有個出國相 他一定會正出國 俄國之前有個俄國相 這個是一般的分法 還有很多種分法 這個聖者有很多種分法 還有三國有個三 三國相 然後相三國 三國相 然後四國有個四國相 就是相四國 那這樣就八個 這個叫四雙八倍 這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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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四雙 八倍 八種人 八倍就是八類 八類的人 那就是四雙 這個是一雙 出國相出國 俄國相俄國 四雙八倍 所以叫四雙八倍 這個四雙 那底下有八個人 三四 五 六 七 八 所以叫四雙八倍 其實是這樣子 所以叫做練生文生 這是生團裡面有這些人 那他不一定是出家人 出國二國三國很多都是在家人 出國二國三國的在家人非常多 但是這些都是聖者 都是生文生裡面 都是佛弟子裡面 都是佛教這個團體裡面的 那麼有戒有定有慧有解脫有解脫之見 這個是五分法生的功德 五分法生就是戒定慧解脫解脫之見 那麼有禁定慧才能得解脫 有解脫就能夠確認 確認確知自己已經得解脫 我神以敬犯恨以利 手作以伴 不受厚有 你確認確知這個 叫做解脫之見 確知確見你得解脫 那什麼是得解脫 我神以敬犯恨以利 你可以自知作證 這個叫解脫之見 所以戒定慧可以達到解脫 有解脫就會有解脫之見 那這個叫五分法生 所以這個是聖者的功德 是世間的福田 到了阿羅漢應收人天供養 又念菩薩生 菩薩基本上都是個人的 比較多 像觀音菩薩 大四川菩薩 一般叫做五大菩薩 這裡是四川八倍 那菩薩的話 依中國來講 依中國來講 其實五大菩薩 五大菩薩 基本上是 這個觀音菩薩大慈 我們講第一個大慈 大慈是彌勒菩薩 大悲 觀音菩薩 大志 文殊菩薩 大恨 普賢菩薩 他都是个人的 因为菩萨很多都是在家的 所以他就是个人的 声闻大部分都是声团 这是齐齐的 出家的 出家是齐齐的 这个大恩第五个 后来的所谓大怨 地状菩萨 这个是五大菩萨 代表着五种功德 五种得恨 道德 这也是中国的所谓的五大菩萨 当然其他还有 像长青进菩萨 不休息菩萨 然后多的 还有很多菩萨 他都有代表他的一个含义在 大士智菩萨 这些都是 但是最主要是这五个 五种得恨的代表 这里讲到菩萨生的大悲大志 大慈 大悲 大志 大恨 大怨 但是重点就在自利利他 都在利益众生 这是细念三宝的功德 就是佛法身 自己归降三宝 为三宝首射受护齿 自心安住三宝的清净威德中 便能离二绝离欲来 也就能离去幽悔部位 就是你会害怕 你就念佛 念法 念生 这三宝 在佛头时代就有这种 就是说你一个人走在夜路 晚上会害怕 在生命里面会害怕 就叫他念佛 你念佛的功德 念佛 念佛的心有光明都是不害怕 那一种也是转念 你的所缘不 你本来会害怕是念鬼 因为你怕有鬼嘛 念黑 你怕黑 黑会怎么害怕 黑不知道从哪里会冒出什么东西来 黑后面可能就是鬼 所以你害怕 就好像你看到这个条蛇害怕 你不要看 你转过来 看到一只羊你就不会害怕 羊不会咬人 蛇会咬人 你看到蛇你就想到蛇会咬我 那你不要看 你转过来念头 因为实际上不一定有蛇 但是就好像你怕黑 你就想到黑后面有个鬼会出来 实际上不一定有鬼 不一定有 可是你想了你就会害怕 所以你现在把它转念 转到来看羊就不会了 羊不会咬你 那你念佛 佛不会伤害你 那我虎且佛 佛有光明 你心里面有力量 所以他这也是一种转念 因为念头在哪里 心在哪里 你的所缘在那里 你就会生起 心生种种法生 所以他这种就是叫你转成念好的 念这些三宝功德 那有一些就是你本来是好的 可是你执着了就叫你念不好的 比如说这个美色本来是好的 可是你念执着了 起烦恼了 那么你就让你念它不好 就关不进嘛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其实就是对峙 念三宝也是这样 你就害怕嘛 心没有力量嘛 经中比喻说像帝氏 帝氏就是四体还原 道立天的天主 跟阿修楼作战 帝氏的部属 就天龙八部 纳且就是龙 纳嘎就是龙 那么叶叉 那么这些都是属四大天王管的 那四大天王是道立天王管的 其实是这样 那领这些八部众跟阿修楼打仗 望见了第四床 就是旗 那么打仗也是一样 那天上的情形跟人间是差不多的 那么轨道的也是一样 那轨道 就人间怎么样 轨道大概也大概这样 那天上怎么样 人间大概就是有那种习惯性 那打仗 打仗要有旗 要有一个十块旗 现在好像不知道还有没有 现在打仗我看可以没有 但是还是有标志 也要有标志 但是以前都是要那个旗 看到那个旗 所以有时候先砍掉那个旗 旗倒了很多人就散了 因为都是看那个 那些都是 好像那个音乐的指挥棒一样 那有一些是听鼓声 好 他说看见了这个士提华音的这个旗 就会勇气百倍 众生如正念三宝功德 深信自己为三宝所色受护持 可是我有三宝护念 那么你就比较不害怕 所以有些人念地藏经 他会怕为什么 地藏经里面很多鬼啊 什么鬼什么鬼什么鬼 我们念到这里后会怕 那你为什么想鬼 你不想地藏经里面很多菩萨 什么菩萨什么菩萨 那你想到菩萨你就不害怕嘛 你想到鬼你就害怕嘛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心得安定 那还有什么未却呢 你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 第四个念自己能持不迫不缺的清净戒 念戒 念师 念天 那一般人如果没有办法念佛念法念生的话 那么也可以念戒 念师 念天 那人要往生平常这样念 害怕的时候这样念 那很多时候往生的时候 你也要叫他这样念 就意念 所以有些人往生 你要去跟他讲话 就是要让他念佛念法 念生 念师 因为他 第一个他 他要往生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他要死了 他要离开这身体 他会害怕 他会恐慌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心有些是怯懦的 但是如果你常常熏洗佛法 其实你就不怕 你不怕 你也不担心 那但是有一些人是会担心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叫他念佛念法念生 念师 念戒 念天 要告诉他你有慈戒 这些慈戒的功德会让你不作善一套 你有布施 你还会让你有福报 想起他自己做的好事 那么这一些其实就有助于他信心增长 然后信心增长 他会意念善法 他们就可以生到好处去 不会做三二道 那这个意念自己所持的戒 自己曾经在福田中 就在佛法中 修洗如法清净的布施 那这个是第五个 念师 第四个是念戒 修洗自己有慈戒 自己有布施 第六个 自念成修师修戒功德 所以能得七宝庄严 圣庙福乐的玉戒天报 所以你以后会生天 你不用害怕 怕病 怕死 怕堕落 堕落就堕落三二道 经中都叫修持六念 因为佛陀在很多在家的经理师 没有解脱也没有能力解脱 那很多都是要献世乐来世乐 就是生人生天的 所以佛陀很多都叫 布施慈戒升天之法 那你有布施慈戒 你就可以升天 所以布施慈戒升天 所以念师念戒念天 那就是你可以有升天的功德 但是有一些讲念天 也是念所谓的天人 天人的这些果报的功德 那你曾经有这样修 所以你也不用害怕堕落 所以他说 人不能无病 不能不死 如果成修这些功德 天的功德 来生会好过现在 就是增上生人 就是你以后来下一辈子 会比这一辈子好 所以来生会好过现在 那等于出危案的陆光明 走出茅屋而进入华堂大厦 免去低级植物而调升到高级植物 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讲 他是讲怎么样的 他说有一天 有一天这个波斯逆王 那就问佛陀 因为印度有四种种姓 印度有四种种姓 波罗门 波罗门自认为是最高的 不过在佛陀时代 波罗门已经被 就是有反波罗门的 叫做沙门 沙门是反波罗门 不承认他是最高中心的 第二个是差地率 而且实际上都是贵族 贵族在掌控的 差地率 这个就是贵族武士 第三个是费蛇 这个是平民接警的百姓 第四个是守头楼 这个是贱民 卑贱的 其实他是原住民 那守头楼底下还有沾头楼 基本上就是这四种 那波斯逆王就问 来问佛陀 他说 佛罗门死后 再来投胎的时候 还会不会成为佛罗门 差地率死后 会不会成为差地率 费蛇死后 还会不会成为费蛇 乃至于守头楼死后 就是说人死了 他是有种心 他是决定的 印度人是认为种心是决定的 佛罗门就一辈子都佛罗门 生生世世都佛罗门 差地率就生生世世都差地率这样 但是他们有一些 守头楼是死了 就不能再投胎的 一身主 所以你死了也不能再做守头楼 但是有些是可以的 就是说 那死了还会再做守头楼 是不是这样子 佛陀就说不是 那怎么用不是呢 那怎么样呢 他说 不是这样讲 他说人有四种 就是这里要讲的 就是这里讲的 第一个 从名入名 第二种 从名入名 就是他这个表示好 这个这里表示好 这普通 这不好 那这个就是不好 从不好到不好 那第二个是 从名入名 从不好到好 第三个 从名入名 从好到不好 从好到不好 这个表示不好 这个表示好 这个表示好 你本来 你本来是不好的 但是后来变好了 你本来是不好的 后来也不好 你本来是好的 后来不好 你本来不好的 后来也不好 那这个 那第四个 从名入名 佛陀跟他讲 不是从婆罗门到婆罗门 也不是从婆罗门到 撒地利不是的 这个好不好 它是这样 就是有四种人 那基本上 他就说有一种人 本来是手头颅 或是沾头颅 就手头颅 手头颅过得不好 贫穷悲贱 又被人 又穷 然后过得又不好 又被人看不起 而且手头颅已经不好了 他还怎么样 短命多病 手头颅有的人常说 有的人健康 但是他已经贫穷悲贱 而且又短命多病 那这种人本来不好 可是他本身不好 贫贱 身在贫贱家 然后自己又短命多病 可是他自己又不照善业 又多照恶业 因为他穷 比如说他身在贫穷家庭里面 他自己不学好 然后又抢劫偷盗 本来条件 就是我们叫做先天又不良 后天又不学好 又失调了 就这样 那他就一直不好 那这是一种 就是他本来就是手头颅 本来就不好 出生就不好 可是他自己后来也不学好 可是他自己后来也不学好 也不学好 也不学好 出生就不好 但是自己也不学好 就是身后意招恶业 就是不辞戒 然后杀到云旺这样 就是出生不好 但是后来他自己也不学好 这种人就从云入云 就是从一个厕所到另外一个厕所 从一个坑到另外一个坑 越来越低 甚至不好 他本来做手头颅还做人 后来会做什么 做三二道 死后会做三二道 做人的时候做手头颅已经是短命多病 贫穷卑健 可是后来做三二道也一样 就从一个坑掉到一个坑 从这个破的屋子掉到厕所坑里面 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种叫做从云入云 从不好的地方到另外一个不好的地方 都不好 但是有大不好小不好这样 从三二道 从畜生到 从恶鬼到畜生 从畜生到定义 这个是一种 一个是从云入云 他本来不好 本来是手头颅 但是他修戒修定修慧 持戒不思行善 然后后来死了以后就会变好 做人升天 富贵长寿 这个是从云入云 这个好像说 从坑里面爬起来 那避欲是说 你从这个 从这个一楼到二楼 从小屋子到大屋子 从楼罐到楼罐 从这个坑里面到楼罐 本来是坐教的后来骑马 骑马换骑大象 骑大象换上高楼 就这样 这个就是说 你本来是守头楼 你本来是守头楼 这一生是守头楼 但是你不思慈见 你下一生你可能做婆罗门 就出生在户贵人家 高贵人家 就叫人家尊敬 类似像这样 那有一种就是 从名入名 你本来是婆罗门 你本来是婆罗门 本来是好的 可是你战士的你婆罗门 你欺压百姓 那你骗 偷拐抢骗 那后来 你就会剁三二道 或是你会做守头楼 你不是婆罗门 你就去做婆罗门 你以后如果做人的话 你会做守头楼被人家看不起 因为你做婆罗门的时候 情长都欺负人 看人家不行 所以那你做婆罗门的时候 依障着你的 你的这个知识 你的这个权力 那么伤害别人 所以你以后可能 做人的时候是守头楼 贫穷卑贱 然后短病多病 那 有时候直接掉到三二道 那所以这个是从 从高处到低处 就像你本来是在高楼上 后来换下来到楼下 楼下变本来骑下 后来变骑马 骑马后来到底下去 越来越往下 像这个 那从名入名就是 越来越好 从一个楼到一个楼 你本来就伯罗门 就是本来就是受人家尊敬 伯罗门是代表 你有知识有地位 受人家尊敬 出生就好 你出生好 后来你又学好 就更好 会升天 做人升天 乃至得解通越来越好 这是从名入名 那阿含金的批语就是 就是老师这里讲的 就是从黑暗 就是出黑暗入光明 就是从名入名 出毛屋而进入华塘大厦 这个叫做从楼贯至楼贯 从楼到楼 或是说从这个船 从这个床 床比较低 然后骑马 骑马换骑向 骑向到高楼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这个是阿含金的批语 其实老师讲的就是这样 就是你只要能够修 那么你就会越来越来越向上 所以叫做真上升了 你以后会比现在好 你来生会比这一生好 所以叫真上 真上升了 所以本来不好的就变好 本来黑暗的变光明 从明入明 明是明暗的暗 其实就是从暗入明 那这个是念佛念法念身 念师念戒念天 那如果能够这样的意念 这些欢喜庆恶都来不及 还会优步吗 那不用担心嘛 我一定会好的 就像苏东坡 苏东坡一身流离颠沛 他要死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都是他跟他的儿子讲 他跟他的儿子讲 我虽然不知道我去哪里 但是我去的地方一定是好地方 因为我这一生 他这一生没做过什么坏事 虽然都被人家陷害 但是他也不陷害别人 他一生啊 他流放到海南岛 一流放到广东 都流放到那个不好的地方 可是他也不怨天由冷 那也不意味这样 那么这个消腿 就是消脊悲观也不这样 他还是努力做好他自己的 但因为他有学法 他学我学得很好 所以他其实还蛮豁达的 所以他要死的时候 他很很有自信的 跟他的儿子讲 我一定会到好的地方去 他从不担心 他不怕 不怕死 不怕堕落 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堕落 所以他不怕我 所以 他说这样还会优步吗 其实值得部位的 赤东坡自己知道要 知道自己布施慈戒 也自己念布施慈戒 灵命中这样念 那我们如果有人 灵命中 父母灵命中 或是这些朋友 我们就要告诉他 让他提起正念 提起正念就是念佛 念佛 念生 念师 念戒 念天 那后来我们变成 祝愿都变成只是念佛而已 叫他念佛而已 其实他应该要叫他 就是要让他讲 像如果我去的话 我都会跟他说 要先了解他的背景 那这个人一生有做哪些好事 那么就是他怎么样 就是要讲他的好话 让他想起他的善法 就是尽量 然后引导他念佛 念法 念生 念师 念谢 念天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他有好处 念师 念谢 念天 这一部分也不要忽略掉 那我们后来就变成只是一个单一念佛 那单一念佛 他本身如果性暖不生的话 他有时候不一定念得起来 这个跟他不熟 那他熟的就是他曾经做过的事 可以提升他信心的事 其实这一些 所以他说值得不为的 不是老死盗来 而是没有修行 坏依世界等功德 空过一生 所以你不用害怕 你害怕的是你没有修行 你说我们都没有修行吗 其实每一个人多少都有 像有些父母一生栽培孩子 为孩子付出 那就是他的修行 这个不跟人家计较 那也是一种修行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多多少少有他善的那一念 那你要叫他一直意念善的这一步 这个就不用担心 他说细念三宝功德 从归信三宝而来 如极乐世界也还是念佛念法念生 极乐世界二六十中念佛念法念生 极乐世界并不是 他的念佛并不是念阿弥陀佛 不是 极乐世界并不是 一直大家一直念阿弥陀佛 不是 他极乐世界念佛他是这样 他每天早上 他就拿着供养 去供养他方十方念佛 他听佛法 极乐世界二六十中 都五根五一七绝之发生到 一念法也多 那念佛是念佛的功德 那佛头要入念凡的时候也是这样 念佛生死功德如斯 念佛其实是这样 念佛是念佛的功德 一般我们讲念佛的功德 那后来变成念佛的名号 那名号是十种名号 后来变成他的专国名号 就变成是这样的 念佛是 释迦佛的佛要入念完之前 你教大家念佛 可是念佛是念什么呢 念佛生死 功德如斯 佛出生在这个世间 有什么功德 功德如斯 你要去想 你要去了解 念佛 念佛成道死 神力如斯 就是佛到底是怎么成道的 这个神力 神通智慧 其实就是 他是用什么 用什么来成道的 其实就是智慧 就是界定位 对了 念佛转法轮 初转法轮 转法轮 度仁如斯 念佛露磐食 露灭食 露灭的时候 涮磐食 全法如是 面凡是 以法如是 你看他念佛是這樣念喔 這個就是念佛的功德 佛出生是 佛出生在這個世間 給這個世間帶來光明 佛為什麼出生在這個世間 佛 佛出生在這個世間 就是要叫大家能夠怎麼樣 出離老病死 因為世間有老病死 所以佛才出現在世間 佛就是能夠出離老病死的代表 所以我們念佛 生死 就要 也要跟佛一樣發心 那麼要出離老病死 要善解脫 成道 那麼我們要跟佛一樣 那麼要擁有這樣的戒定位 要修學這個戒定位 轉法輪 那麼我們得到這個正法 我們不只是自己解脫 我們要帶領大家解脫 要以利他為上 那這個是盡心第一 這個是利他為上 就是要 智慧最重要就是斷除凡 所以這個就是 老實講的盡心第一 這個是利他為上 要利他 要自利利他 這個是以法如是 佛雖然 佛雖然怒涅盤了 但是他把法留下來 他留下來這些法 我們要好好的去受持 他去弘揚 那就是以法為師 佛涅盤後要以法為師 基本上唸佛就是唸佛的功能 你看他自己要唸佛的 釋迦佛在的時候唸佛是怎麼唸 這個是要唸盤的時候 他告訴弟子 因為弟子沒有佛啦怎麼辦 以後怎麼辦 他告訴你要這樣唸 唸佛生死 所以後來有到四個地方 唸佛的身處 蠻品名 唸佛成道處 菩提加雅 唸佛轉法輪處 入爺院 唸佛涅盤處 居思納 就在這個四川協定 然後到最後就想起佛這樣這樣 佛在這個世間怎麼樣怎麼樣 佛成道的時候怎麼樣 佛轉法輪的時候怎麼樣 然後佛涅盤的時候怎麼樣 那唸佛的功德就升起什麼 有為則亦弱勢 也要如是 念慕佛 就要想跟佛一樣 佛在的時候 這個是佛念法的時候 教大家怎麼念佛 佛在的時候怎麼念佛 念佛的名號是如來定共正變之 但是每一個底下都是代表他的一個 一個一個內涵 如來應供 應受天靈共揚 成如死之道而來 如來應供 正變之 明行主 明行主 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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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十種名號 是好像不是這樣 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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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 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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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十種 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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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佛號 或是幼師流離公如來 就唸這個 就單單只是他的名 其實這個都是功德 唸佛的 一樣是唸佛的功德 這個底下就代表就是他的功德 不同的功德就用不同的名稱 比如說我們一個人也可以叫爸爸 也可以是兒子 也可以是醫生 就唸佛的功德 那講他是什麼什麼醫師的時候 就表示他具有這個醫師的功德的作用 講他是什麼什麼父親 爸爸 或是什麼什麼老師的時候 就講的是他有這種功用 這種功德 其實是這樣 那一般都是唸佛的功德 這個也是唸佛的功德 那早期是這樣子的 那名號 名號也是功德 比如說阿彌陀佛 名以昭德 釋迦摩尼佛也是這樣 名以昭德 還是念功德 但是後來我們把這個忘記了 就單單只是名號 名以昭德 我們就是名號的背後是代表他的功德 那我們把這個功德忘記了 這個是誰 好 那往底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如果真能圓滿的歸一三寶 也就會正念三寶 無論是信念三寶功德 意念師界天功德 都是由念而引發堅定的信證 身性三寶的色乎 身性善因善果的必然 堅定不贏 自然是如露大光明聚 就是你就不會害怕 你沒有那種陰暗念 而雀未幽悔的陰暗 那一下子就會立死消失 所以一般來講 念佛就是信念佛的功德 念佛是信念佛的功德 那功德有 比如說佛涅槃的時候 佛在的時候 他講的是 就是從佛的十種名號 是從佛的這個一生 一生基本上代表是佛的初生 佛的成佛 成大轉法輪 開始度眾生 來到他陸涅槃 這一生來意念他的功德 或是從佛的十種名號 去意念他的功德 意念他的功德就表示 我們要跟佛學習 所以念佛是要學佛 學佛是要成佛 其實是這樣來的 所以叫做歡喜慾見 意念不忘 生念慕心 所以念佛歡喜慾見 意念不忘 生念慕心 歡喜慾見 歡喜慾見 意念不忘 就一直念著這些 因為佛藝要不在了 生念慕心 養慕 憲慕 然後就學習 這樣 其實是這樣的 念佛的功德 其實都是念佛的功德 好 那時間到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後面就講妮樂佛 再探討就妮樂佛 好 那大家合唱 合唱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